固件升级有移动端和PC电脑端两种升级方法 检查和下载升级包 在连接网络时 DJI GOES App会自动检查上次连接过的飞行器 是否有新固件的升级提示 请先通过Wi-Fi将飞行器连接到移动设备 当DJI GOES App出现有新固件的升级提示时 点击升级提示进入升级页面 点击开始下载 如果是使用Wi-Fi网络下载 请将移动设备的Wi-Fi连接到互联网 接下来进行两种升级方法 通过DJI GOES App升级飞行器 开启飞行器 确保飞行器电量在50%以上 通过Wi-Fi将飞行器与移动设备连接 DJI GOES App与飞行器连接后 点击开始升级 升级过程中请勿断电或退出App 升级过程中飞行器可能会断开Wi-Fi连接 请按App提示连接飞行器 升级成功后 App会提示升级完成 假如升级失败 重启飞行器 即可尝试自行修复 Spark飞行器还可以通过DJI Assistant 2软件进行升级 用USB线将飞行器与电脑连接 打开DJI Assistant 2 点击右上角用户登录 登录DJI账号后 选择Spark 点击左侧的固件升级 选择最新的固件版本 点击升级 升级开始 升级过程中需要保持电脑连接网络 不要断开USB线或退出DJI Assistant 2软件 升级完成后 重启飞行器即可 感谢您的收看 分钟 什么